我认为我才刚刚经历一次 遇见更好的自己的一个阵痛难产的过程 我觉得今天我站在这里的自己 变得更勇敢了 但是我也必须要很诚实地告诉大家 在我刚刚说过的这个难产阵痛期里面 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之前 首先你会先遇见自己的不够好 然后我们才有可能 经历一些成长之后遇见更好的自己 今天我在演讲的一开始呢 我要非常诚恳地先向我的导师乐佳老师道歉 因为今天我的演讲 要先从我认为乐佳犯过的错误开始讲 如果各位看过乐老师的微博 前一阵子他发了一篇文章 他说他自己做电视这么多年以来 他在电视上骂人骂得最凶狠残暴的一次 是对他站队的一个女学员 我上网去翻了视频 我看视频的时候我完全吓到 因为那段节目里面乐老师真的非常狠 他骂人骂到痛心疾首 然后被骂的学员简直是无地自容 坦白说跳出这个角色 我认为 也不愿意 练帮你 不愿意 有没有 即使我闹需 非常感谢 任意 我说 我不愿意 这是 有没有 黄国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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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黄国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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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们 你有没有对你很爱的人说过 我要跟你分手 你配不上我 你滚 我只想问你 如果今天他真的走了 如果他真的被他抓死了 我问你 你不难过吗 前一阵子有一个新闻 说有一个妈妈为了孩子 不念书 不上镜 就很气嘛 然后那妈妈就跟她的孩子讲说 你这个不争气的孩子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都可以在愤怒的时候更多地控制我们的言语 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语造成疗伤的能力 而不是创造更深的伤痕 我们要用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爱的人得到鼓励 不是让他去死 我希望我可以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也希望我们下一次在愤怒的时候 更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 然后我们和所有我们所爱的人 都可以一起更好 我们下一次在愤怒的时候